出轨门爆出至今已一周了,李小璐始终保持沉默,今天终于爆发了,官方微博亲自回应,勿发两条微博直指网友一群乌合之众,语气强硬至极,吃瓜群众怎么看?李小璐骂人都带脏字的,来给大家解释一下,他发这条的意思,看来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社会风气,毕竟,大多数人都是很平凡的人,但是在平凡的生活中, 都想找点月子或者安慰,转移关注的焦点,淡化生活的艰辛苦闷,除非自己是弱者受害者,对真理会有所可求,否则,不怕事大,热闹足,围观过瘾,都打发无聊的时光,追求真理反而遭人嘲笑多管闲事,众口朔惊,看懂什么意思了吗? 他的大意可以总结为大家拿他在平凡中找月子,他身正不怕影子外,不怕事闹大,暗指冤枉他了,紧接着再发一张,关于水军,公关炒作这些,都不在他字典里,再次表明自己的无辜,事情做都做了,不但不承认,还怒对网友,这是你们怎么看,真是冤枉他了吗?